消失141天的中共军委联合参谋部员参谋长房峰辉 终于有了下落 中共官方宣布房已被调查 据港媒披露 实际上 房峰辉和原中共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主任张阳 同一天被带走调查 房峰辉案之所以被延迟公布 原因是张阳的突然自意身亡 中共官媒新华社1月9日报道 房峰辉因涉嫌行贿 受贿罪 被移送中共军事检察机关处理 港媒南华早报披露 张阳2017年8月28日被带走调查 房峰辉也在同一天被带走调查 但两人都在被讯问后释放 软禁在家中 而房峰辉案被推迟到现在公布 是因为张阳突然自意身亡造成的影响 所以暂缓公布了房峰辉移交军事检察机关送审的消息 资料显示 房峰辉于1951年出生 陕西兵县人 上将军衔 曾任北京军区司令员 军委联合参谋部参谋长等职务 66岁的房峰辉曾是中共军队七大军区最年轻司令 被中共军内人士形容为最灵活的机会主义者 他与张阳上下级人员关系密切 同为中共军委员副主席郭伯雄和徐才厚的门客 而房峰辉又被指示郭伯雄亲信 房峰辉落马的消息被公布 据他最后一次公开露面141天 据陆媒北京青年报旗下公号证之圈1月9日报道 2017年8月21日 房峰辉以中共军委联合参谋部参谋长身份 与泰国武装部队最高司令苏拉鹏会面 8月26日官方消息则显示参谋长职位一人 不过一直没有公布他的去向 8月26日下午 中共官方披露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参谋长李作成 在塔吉克首都杜上别会见了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巴杰瓦 表明李作成已经接任房峰辉担任军委联合参谋部参谋长 外界认为房峰辉案被公布后 习近平当局会进一步清理中共军队内部和房峰辉有关人事 身为主管中共外交事务的中国国家副主席李元朝 周一在此起蹺缺席接待法国总统马克龙的场合 此前他已接连缺席多个与其职务有关的重要政治场合 外界推断他已被提前出局 而刚刚卸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纪委书记职务的王岐山在被聚焦 被执以国家副主席身份执掌中共外交及港台事务的可能性大增 当地时间1月8日上午8时许 法国总统马克龙的专机抵达西安 开始他为期三天的访华行程 中共全国人大副委员长陈竹前往机场迎接 马克龙访华的首站访问地选在西安 中共官方宣传称 这不仅因为西安是中国古代文明的摇篮 也由于西安是古丝绸之路的起点 以及一带一路的重要节点 而马克龙此次访华的一个重要内容 就是将在一带一路项目上代表欧盟表态 外界注意到 在中方负责接待和参与会晤 马克龙的名单中并没有原本主管中共外交事务的李元朝 不仅如此 2017年11月美国总统川普访华 以及12月香港特首林郑月娥进京述职 尚未正式卸任国家副主席职务的李元朝都未现身 外界据此判断李元朝已被提前出局 其裸退在即 稍早时候 港媒和海外中文媒体上热传 在中共十九大厂刚裸退的王岐山 将在今年三月的中共两会上重返中共政坛 以中国国家副主席的身份协助习近平掌管外交事务及台港事务 而王岐山近期时不时出现在中共一些涉及外交的重大场合 似乎也从侧面在印证上述传闻 香港南华早报2017年12月1日曾引述某政协委员披露 已经卸任一切中共党内职务的王岐山又破格参加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 更早时候 王岐山还曾于2017年11月9日现身国家主席习近平为接待 正在访华的美国总统川普而设的国宴上 当时海外舆论及分析称 王岐山正在为他未来新的职位热身暖场 港媒日前引述观察人士的观点分析称 王岐山如果真的重返政坛出任中国国家副主席 按照中共惯例 王势必同时会成为中共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成员 以及中共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和中共中央港澳工作协调小组成员 文章称 以王的威望 能力和个人从政风格 如果这一言判数时 这三个领域显然会发生实质性的重大改变 不过 文章也指出 依照中共的权力构架 中共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和中央港澳工作协调小组 是中共党内机构 按惯例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领衔 而其副组长基本上也都是政治局委员的身份 目前王岐山在中共党内的身份仅是一名普通党员 如果不久的将来他真的在上述两个机构中担任重要职务 则意味着习近平为他再次打破常规 中共官方通报称 中共中央军委前委员 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前参谋长因涉嫌行贿 受贿犯罪 被移送军事检查机关处理 报道说 房峰辉的罪名一旦被做时 其影响可能超过张扬案 通报中提到房峰辉涉嫌行贿 受贿犯罪被查 但官方未透露房射摊的具体细节 去年11月29日海外中文媒体报道 房峰辉与张扬几乎同时受到调查 消息人士还透露了房峰辉被查的相关细节 称受其牵连的将领多集中于中共军委联合参谋部下属部门 包括信息化部、四部等 在2016年军改前 信息化部、四部是总参二十多个部门中的两个 其中总参四部全称是总参电子对抗雷达部 主要从事电子战 包括电子情报、电子对抗、雷达管制等 信息化部前身是总参通信部 中共军委联合参谋部设立后 聚信两个部门仍继承保留 报道说 房峰辉的罪名一旦被作实 其影响可能超过张扬案 因为中共军委联合参谋部承担军方作战指挥中枢的角色 上述消息人士透露 涉及张扬案的共有四十多人 目前均被调查 其中张扬市土九地原广州军区至少32人带走 中共军委机关8人被查 在房峰辉落马后 大陆微信公众号正知道1月9日的文章披露 在房峰辉之前 公开披露的落马上将还有徐才后 郭伯雄、田修司、王健平、王启斌和张扬 除田修司、王喜宾外 其余上将涉及的罪名都已披露 以受贿罪为主 文章说 张扬是落马上将中罪名最多的一个 涉及勤贿、受贿、巨额资产来源不明三罪 房峰辉和张扬还有一个少见的共同点 都涉及勤贿 作为军中高级将领 受贿可能为众人所理解 刑贿这一点就值得深思 背后的故事自然更多 在张扬被证实自杀身亡后 陆媒文章中还点名房峰辉 而且两度称他和张扬是搭档 当时被外界认为是暗示房峰辉 也可能如同张扬般涉贪被查 房峰辉是中共前军委副主席 郭伯雄的老乡兼旧部 他在任兰州军区下辖的 第21集团军副军长 军长时 就成了时任兰州军区司令员的 郭伯雄的下属 据悉 房峰辉是已落马的郭伯雄的头马 房峰辉早年为了上位 不惜当着外人的面 直呼郭伯雄为写负 房峰辉被执与中共前军委副主席 郭伯雄关系密切 香港媒体此前刊文披露 房峰辉在郭伯雄被查消息出起之时 曾在私下表示 谁要敢动老首长 郭伯雄 我一枪毙了他 态度嚣张 文章表示 虽然后来房 张在军中清楚国 徐余读的运动中都高调表态 但无论是态度巨傲的防疫枪 还是壮甚可怜的张夏贵 都难逃被清算的命运 据报 在徐财后 郭伯雄架空时任军委主席胡锦涛 掌控军队的十多年间 徐 郭大四买官买官 提拔了大批将官 郭伯雄的儿子郭正刚曾狂言 军中一代将军是他家提拔的 从1月11日起 中共将全面封锁虚拟私人网络VPN 这使国人翻墙变得更加困难 目前 许多大陆网民利用VPN应用软件 绕过中共的防火墙 获得外界信息 在中共强力封锁下 不仅大陆网民被信息封锁 而且数以忘记的驻华外企也面临着麻烦 据外媒披露 中共官方将在1月11日之前 全面封锁VPN的应用软件 这将给利用这些软件翻墙的外国企业和外商带来麻烦 并使数以忘记的驻华外企处于更加孤立和备受监控的地位 不得不在去流之间做出选择 中共一直对VPN虎视眈眈 中共为禁止国民浏览境外资讯 建立长城防火墙 大陆网民只能通过VPN翻墙来绕开中共的网络审查 陆媒称 中国的VPN用户可能已多达九千万 2017年1月22日 中共就已经收紧了对VPN的监管 许多在华外国公司使用VPN代替昂贵的专线来处理国际通讯 7月份 苹果从中国App Store删除了VPN应用程序 2017年7月份 彭博社引述知情人士透露 中共要求三大国营电信商 阻止客户使用VPN应用软件 并计划2018年2月1日全面封锁VPN应用软件 中国企业用户则可透过租用专线连接互联网 但需先注册以利监管 网易报道称 中国电信颁布的一则通知显示 中共要求中国各大商用互联网服务提供商 在2018年1月11日前 封锁TCPA端口80 端口8080和端口443 中共声称 封锁VPN不会给外国企业带来麻烦 工信部一名高级官员否认外国公司会受到影响 但是外国企业高管说 去年9月份之前 这样的说法或许成立 但是9月份之后 情况就不一样了 日经亚洲评论报道说 中共打击VPN的行动从去年9月份开始加剧 广东一家日本公司雇员平野龙平 在10月份的某个早上感到沮丧 因为他无法连上日本的视频会议 其他公司也遭遇同样的头痛问题 北京一家电子元件制造商 无法连上日本的服务器 因此无法获取客户数据 上海一家食品制造商 被切断了跟公司局域网的连接 北京的多家服务公司 无法连上总部的信息系统 湖北省一家汽车配件制造商 发现他无法向一些人发送电子邮件 上海斯大典雅信息系统公司高管说 自从9月份以来 我们看到我们的日本公司客户 询问通讯问题的数量飙升 我们无法再打广告 因为我们不能处理更多客户 日本三大电信公司之一的高管说 中共当局在关闭VPN 这造成最新一轮麻烦 据说数百个VPN目前仍然存在 但是中共政府打算在明年上半年之前 彻底铲除他们 我们完全无法做互联网搜索 广东省一家日本汽车配件制造商的雇员说 我们打电话给日本同事 请他们帮我们搜索 他们通过邮件将信息发给我们 一名访问中国的日本代表团成员说 中共似乎决心收紧对互联网的控制 这是为什么美国和欧洲减少对中国的投资 是时候日本该深思了 中共全面封锁VPN技术上做不到 中共打压VPN不仅外国企业受影响 更会影响到上亿中国网民 甚至有网络工程师因提供VPN服务被当局判刑 广西壮族自治区贵港市平南县民众 吴向阳是个网络工程师 VPN服务器搭建者 境外网站登陆软件服务商 吴向阳因提供翻墙VPN服务 去年12月被判刑5年6个月 并被处罚金50万元人民币 目前被羁押于平南县看守所 北京维权人士胡佳说 当局对吴向阳重判 是为了对民众形成一种威慑效应 现在在大陆 民众别说是搭建 哪怕只是使用VPN 警察一旦侦测到 就会立即上门将人带走 很多像吴向阳这样搭建 或分享VPN技术的人 都被警察警告或威胁 不过胡佳表示 中共对互联网的封锁手段步步升级 但中共的强柱的越高 民众翻墙的手段也随着进一步升级 香港IT专家黄先生说 海外翻墙软件就像 家与国外网站中间的桥梁 为用户随机的提供 VPN伺服器的海外动态IP地址 已避过中共的监控 无论中共如何封锁 也不可能封锁所有IP 只能采取被动策略 建一个封一个 他说 这就是翻墙软件为何过去 一直能够绕过中共防火墙的原因 前雅虎中国总经理谢文表示 全面封锁VPN在技术上是做不到的 因为只要用户连接到海外任何一点 都可以从那里再连接出去 互联网观察自由人士骨河说 中共的防火墙有很多漏洞 并不像想象的那么厉害 中共不是在物理上面断网 它想封锁VPN 这几乎是不可能的 新年一时 韩国与朝鲜将举行会谈的消息 引起世界舆论关注 韩朝双方已确定参与会谈的人选 有专家分析 金正恩不可能做出实质性改进 朝核问题或最终回到原点 1月7日当地时间下午 据韩国统一部消息称 朝鲜当天通过板门店朝韩联络渠道 通报了朝鲜参加双边会谈的五人名单 包括团长朝鲜祖国和平统一委员会委员长李善权 及副委员长 朝鲜体育省副相 以及朝鲜民族奥林匹克委员会代表等四人 而韩方与会的五人名单前一天就统治了朝鲜 包括统一部长赵明军任团长 及统一部副部长先海诚 文化体育观光部第二副部长卢泰刚 以及平昌东奥组委代表等 据悉双边会谈将于9日在板门店韩方的和平之家举行 会谈内容将包括东奥会参赛事宜在内的韩朝关系改善等问题 此次会谈是由于朝鲜金正恩在2018年新年致辞中 主动表示朝鲜要派团参加韩国平昌东奥会 随后韩国建议双方举行高规格的会谈 目前进展顺利 对此旅美政论家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表示 韩国一直对美国以武力解决朝核问题比较忧虑 尤其是现在文在寅政府跟此前朴槿惠政府不一样 此政府比较偏左 是由金大中这个系统延续下来的 他们对朝鲜政权比朴槿惠政府更温和 文在寅上台后希望跟朝鲜搞好关系 但金正恩不断进行核爆 使得文在寅的意图落空 韩国的态度比美国温和 这也让金正恩有台可打 因此就是放想进行会谈的姿态 胡平表示 朝鲜的专制体制让金正恩做事更加具有随意性 这让外界看到这个80后年轻人 可以在国际舞台上不受任何约束的想怎么干就怎么干 而其他国家的领导人则受到国会 法律等诸多因素的制约 金正恩想利用双边的高级会谈来减轻其他国家对他的压力 这样其他国家也就无法对他们的会谈提出反对意见 胡平还认为 金正恩尽管暂时能利用这个会谈达到对他有利的目的 但金正恩不可能做出实质性的改进 冬奥结束了 两边也很难谈到一块去 我估计朝鲜与韩国的关系上也不可能有很大的进展 朝鲜核爆的问题会再一次摆在国际社会面前 对双边的会谈 美国总统川普6日表示持欢迎态度 并表示愿意和金正恩展开有条件对话 也希望韩国朝鲜会谈内容能超出奥运会范畴 甚至在适当的时候 美国也能参与进来 胡平表示 川普的话也表示他预计双边的会谈不太可能有结果 他还是想参与进去 但美国家进去三边会谈的可能性也不大 更多的是六方会谈或多边会谈 朝核问题可能最终回到原点 针对朝鲜的核爆问题 联合国在去年底出台更为严厉的制裁决议 将每年各国对朝鲜出口精炼石油产品的总量限制在50万桶以内 中共商务部和海关总署在两天前发布针对朝鲜的最新制裁公告 但德国之声引述美国国家利益中心防务研究主任哈里塔奇亚尼斯的话称 北京在执行对朝制裁方面一向都缺乏可信度 联合国针对朝鲜已经出台了十份决议文件 而中国从来没有严格执行过这些决议中的制裁措施 胡平表示习近平上台五年来从来没有去过朝鲜 也没有邀请过金正恩访问北京 而他的前两任都去过朝鲜 对比来看习近平真的是很好厌金正恩 可能北京希望朝鲜搞公平政变 有一个不像金正恩那样对他挑战的朝鲜政府可能没有成功 胡平表示有一点肯定 北京希望张成哲金正恩可以取代金正恩 而金正恩觉得二人对他构成了威胁 二人被金正恩除掉对北京来讲肯定不会高兴 他强调从习近平个人来讲 一方面讨厌金正恩 另一方面他又不按照联合国的制裁方案认真的去执行 习近平担心金正恩政权垮台后 上来的人是中共无法控制的 那样带来的麻烦会更大 新任中共政治局常委王沪宁出席了中共全国宣传部长会议 并发表讲话 显示他已全面接管中共前常委刘云山的职务 1月3日 在北京召开的中共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 王沪宁要求中共官员要以习近平的有关思想做指导 要求中共宣传系统官员要引导官员 民众维护习近平的核心地位等 中共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黄昆明主持会议 并对工作进行了部署 这是中共十九大后 王沪宁首次出席中共全国宣传部长会议 中央社说 这表明王沪宁确定主管中共党内意识形态宣传工作 他的前任是前政治局常委刘云山 王沪宁 黄昆明都被指是习近平的人马 前者被指是习近平的织囊 后者是习近平的浙江救护 他们两人分别在去年十月二十五日召开的中共十九届议中全会上 晋身为中共政治局常委 政治局委员 目前 刘云山的职务绝大部分被王沪宁接管 除接管文宣系统外 王沪宁还是唯一一个以常委的身份兼任中央书记处书记 显示他已接替刘云山的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的职务 去年十一月十七日 王沪宁首次以中共中央文明为主任的身份出席 全国精神文明建设表彰大会 显示他已接替刘云山的该职务 另外 刘云山的中共中央党校校长的职务 去年十一月三日被习近平的清华大学化工系的同学 新晋升政治局委员 中组部部长陈希接替 至此 刘云山主管的文宣 精神文明系统 以及中央书记处书记 党校校长等的职务 全部被习近平的人马接替 刘云山被指示将派人马对峙习近平阵营的前台人物 在中共十八大后不久 他主管的文宣系统甚至封杀习近平 李克强 王岐山等高层的讲话 一度时期 习近平阵营的人马不得不利用财新网等媒体发声 但随着习 王返府打虎运动的推进 当局拿下了周永康 郭伯雄 徐才厚 孙政才 令计划 苏荣等多名将派国级高官 拿下了四十多名将派中央委员会成员 拿下近160名军级军官 交派实力大减 刘云山主管的文宣系统却开始了对习近平的高级黑或碰杀 时政评论员周小辉刊文说 王沪宁 黄昆明主长文宣系统后 其第一板斧就是封杀过度碰习的言论 因为这些文革式的碰杀会引起民众反感 周小辉说 王沪宁 黄昆明主要是为了维护习核心 而刘云山即将派前中宣布部长刘希宝的碰杀 是居心叵测 他们希望通过激发民众反感从而向习近平搅局 更多内幕请访问世界门新闻网 请记住我们的网址 mnewstv.com 因涉嫌行贿 受贿犯罪 被移送军事检查机关处理 报道说 房峰辉的罪名一旦被做时 其影响可能超过张扬案 通报中提到房峰辉涉嫌行贿 受贿犯罪被查 但官方未透露房舍滩的具体细节 去年11月29日海外中文媒体报道 房峰辉与张扬几乎同时受到调查 消息人士还透露了房峰辉被查的相关细节 称受其牵连的将领多集中于中共军委联合参谋部下属部门 包括信息化部 四部等 在2016年军改前 信息化部 四部是总参20多个部门中的两个 其中总参四部全称是总参电子对抗雷达部 主要从事电子站 包括电子情报 电子对抗 雷达管制等 信息化部前身是总参通信部 中共军委联合参谋部设立后 据信两个部门仍继承保留 报道说 房峰辉的罪名一旦被作实 其影响可能超过张扬案 因为中共军委联合参谋部承担军方作战指挥中枢的角色 上述消息人士透露 涉及张扬案的共有40多人 目前均被调查 其中 张扬市图九地圆广州军区至少32人带走 中共军委机关8人 消失141天的中共军委联合参谋部员参谋长房峰辉 终于有了下落 中共官方宣布访已被调查 据港媒披露 实际上 房峰辉和原中共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主任张扬 同一天被带走调查 房峰辉案之所以被延迟公布 原因是张扬的突然自意身亡 中共官媒新华社1月9日报道 房峰辉因涉嫌行贿 受贿罪 被移送中共军事检察机关处理 港媒南华早报披露 张扬2017年8月28日被带走调查 房峰辉也在同一天被带走调查 但两人都在被讯问后释放 软禁在家中 而房峰辉案被推迟到现在公布 是因为张扬突然自意身亡造成的影响 所以暂缓公布了房峰辉移交军事检察机关送审的消息 资料显示 房峰辉于1951年出生 陕西兵县人 上将军衔 曾任北京军区司令员 军委联合参谋部参谋长等职务 66岁的房峰辉曾是中共军队七大军区最年轻司令 被中共军内人士形容为最灵活的机会主义者 他与张扬上下级人员关系密切 同为中共军委员副主席郭伯雄和徐才厚的门客 而房峰辉又被指示郭伯雄新协参加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 更早时候 王岐山还曾于2017年11月9日现身国家主席习近平为接待 正在访华的美国总统川普而设的国宴上 当时海外舆论及分析称 王岐山正在为他未来新的职位热身暖场 港媒日前引述观察人士的观点分析称 王岐山如果真的重返政坛出任中国国家副主席 按照中共惯例 王势必同时会成为中共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成员 以及中共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和中共中央港澳工作协调小组成员 文章称 以王的威望 能力和个人从政风格 如果这一言判述时 这三个领域显然会发生实质性的重大改变 不过 文章也指出 依照中共的权力构架 中共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和中央港澳工作协调小组 是中共党内机构 按惯例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领衔 而其副组长基本上也都是政治局委员的身份 目前王岐山在中共党内的身份仅是一名普通党员 如果不久的将来他真的在上述两个机构中担任重要职务 则意味着习近平为他再次打破常规 中共官方通报称 中共中央军委前委员 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前参谋长印 开始他为期三天的访华行程 中共全国人大副委员长陈竹前往机场迎接 马克龙访华的首站访问地选在西安 中共官方宣传称 这不仅因为西安是中国古代文明的摇篮 也由于西安是古丝绸之路的起点以及一带一路的重要节点 而马克龙此次访华的一个重要内容 就是将在一带一路项目上代表欧盟表态 外界注意到 在中方负责接待和参与会晤 马克龙的名单中并没有原本主管中共外交事务的李源潮 不仅如此 2017年11月美国总统川普访华 以及12月香港特首林郑月娥进京述职 尚未正式现任国家副主席职务的李源潮都未现身 外界据此判断李源潮已被提前出局 其裸退在即 稍早时候 港媒和海外中文媒体上热传 在中共十九大厂刚裸退的王岐山将在今年三月的中共两会上重返中共政坛 以中国国家副主席的身份协助习近平掌管外交事务及台港事务 而王岐山近期时不时出现在中共一些涉及外交的重大场合 似乎也从侧面在印证上述传闻 香港南华早报2017年12月1日曾引述某政协委员披露 已经卸任一切中共党内职务的王岐山又破格印 房峰辉落马的消息被公布去他最后一次公开露面141天 据陆媒北京青年报旗下公号证之圈1月9日报道 2017年8月21日 房峰辉以中共军委联合参谋部参谋长身份 与泰国武装部队最高司令苏拉鹏会面 8月26日官方消息则显示参谋长职位一人 不过一直没有公布他的去向 8月26日下午 中共官方披露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 参谋长李作成 在塔吉克首都杜上别会见了 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巴杰瓦 表明李作成已经接任房峰辉担任军委联合参谋部参谋长 外界认为 房峰辉案被公布后 习近平当局会进一步清理中共军队内部和房峰辉有关人事 身为主管中共外交事务的中国国家副主席李元朝 周一在此蹊跷缺席接待法国总统马克龙的场合 此前他已接连缺席多个与其职务有关的重要政治场合 外界推断他已被提前出局 而刚刚卸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纪委书记职务的王岐山 在被聚焦 被执以国家副主席身份执掌中共外交及港台事务的可能性大增 当地时间1月8日上午八十许 法国总统马克龙的专机抵达西安